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让人抹剑有脸 这段庭审视频流出后曾在网络上疯传 她对着镜头挤眉弄眼 不时露出轻松俏皮的笑容 被网友们大赞可爱 甚至引起很多人的跟风模仿 然而你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这名18岁的女孩 是一个狂捅自己亲生母亲79刀的神经病 在这微笑的背后是血淋淋的人间惨剧 这些无脑网友们的模仿行为 真不知道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这个曾经爆红于网络的女孩 叫伊莎贝拉·古兹曼 1995年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 母亲是一名华裔名叫霍云迷 父亲罗伯特·古兹曼 是一名拉丁裔美国人 这个混血少女 继承了妈妈的美貌 天生丽质 可爱动人 但她从小时候起就显得与其他孩子格格不入 她不喜欢笑 也不爱交朋友 更不愿意和父母待在一起 他们家经济条件一般 虽然夫妇俩开了一间以女儿名字命名的摄影工作室维持生计 但并不能满足伊莎贝拉更多的物质需求 这让她经常与父母争吵 对他们的恨也越积越多 直到5岁时父母感情破裂 法院将她判给了母亲 自此伊莎贝拉展示出了远超于同龄孩子的叛逆 她情绪上反复无常 对母亲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 随时都有可能暴走 这也让她的妈妈每天疲于应腹 母女俩的争吵成为了家常便饭 不久之后 母亲与男朋友雷恩结婚 但伊莎贝拉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继父 家里成为了一片战场 情况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 无奈之下 母亲只得将7岁的女儿送给前夫照看 希望能就此改变状况 让一切有所缓和 也让伊莎贝拉重新拥有一个正常的童年 然而父亲罗伯特显然也无力招架 伊莎贝拉总是在学校惹是生非 每周父亲都会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 比如伊莎贝拉揪了哪个同学的头发 用彩笔画画了别人的脸 但这些其实还不算傻 有一次他甚至抓了一只老鼠带到学校 丢进一个小男孩的脖梗里 吓得他尿了裤子 在家里伊莎贝拉也是一刻不得小婷 不仅将房间搞得乱七八糟 还会爬到高高的苹果树上 但他可不是去偷吃的 而是将果子摘下来砸向路边的行人 因为这样做让他感到非常开心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罗伯特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忍无可忍识也只能动手吓唬他 但这样做不仅没有让伊莎贝拉有所收敛 反而让他变本加厉 于是罗伯特只得又将他送回前妻的住处 伊莎贝拉的父母虽然无可奈何 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认为这和大部分离异家庭的孩子一样 父母的分开让孩子变得更加脆弱敏感 进而导致了叛逆 也许再长大一些孩子就懂事了 因此他们也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之后伊莎贝拉的父母达成协议 让女儿轮流在父母家住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 这可以让女儿既不缺失父爱 也不缺失母爱 将亲情最大话地赋予给她 但是在伊莎贝拉的心中 她感觉父母都不想要她 自己就像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 时间一晃 上了中学的伊莎贝拉变得更加自我 不愿意接受父母的约束 她的继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 并不介意与继女生活在一起 伊莎贝拉对待她的态度 反而比对待自己母亲还要好一些 虽然谈不上特别尊敬 但也算过得去 偶尔还会对继父露出笑容 但她与母亲的关系 却依旧是针尖对卖忙 继父雷恩常常听到伊莎贝拉 冲着母亲大吼 你凭什么管我 而妻子同样火墨三丈地回怼 凭你是我女儿 我是你妈 伊莎贝拉根本不尊重自己的母亲 不仅如此 还故意常常激怒她 不管妈妈说什么 她都是冷哼一句算是回应 有时候直接头也不回地 冲进自己的房间 重重地摔上门 以表达她的愤怒 眼看这剑拔奴章的亲子关系 雷恩常常劝妻子 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 要尊重她的一些想法 但一看到女儿的这些 起装易服的打扮 一塌糊涂的沉寂 母亲霍云米的火就蹭蹭蹭地往上冒 母女二人的矛盾 在伊莎贝拉高中以后更加升级 她开始频繁地逃课 还将男同学带回家过夜 霍云米大骂女儿不知羞耻 一个高中女生这样不自爱成何体统 然而伊莎贝拉根本不为所动 她冷冷地盯着母亲 眼露凶光 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你再骂我就杀了你 母亲被眼前的女儿吓得不敢再说话 她看到女儿甜美的五官都扭到了一堆 如同一个恶魔 陌生又恐怖 2013年 伊莎贝拉从高中擅自退学 终日在大街上游荡 母亲的管教早已让她无动于衷 只是徒增对母亲的恨意 8月27日这天 霍云米听到伊莎贝拉房里 传出男孩子的嬉笑声 她发现女儿又带男生回家过夜 因为她的房间住在一楼 男生可以翻越栅栏 再翻窗进入她的卧室 于是母女俩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伊莎贝拉还冲母亲的脸上吐口水 此后不久 霍云米就收到了一封女儿发来的邮件 只有短短几个字 你会付出代价的 霍云米看着这封邮件 内心感到非常害怕 她对于这个失控的女儿 已经没有了一丝办法 于是她选择了报警自卫 第二天 警方对伊莎贝拉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警告她 如果再肆意妄为 她的母亲有权将她赶出家门 随后 霍云米也找到前夫 希望她能来家中与女儿谈一谈 于是 罗伯特来到前妻家中 与女儿在后院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 她告诉女儿应该尊重父母 要尝试与家人沟通 也许一切会变得更好 罗伯特认为这次谈话非常顺利 女儿应该能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这件事就算是平息了下来 但没想到这一切其实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仅仅几个小时以后 惨案便发生了 8月28日晚上9点过 霍云米下班回到家中 她将外卖晚餐递给丈夫后 问了一句女儿在哪里 雷恩表示自己看电视也没太在意 之前好像看到她在厨房 霍云米认为自己和女儿的冲突已经化解了 于是告诉丈夫自己先去洗个澡 谁知没过多久 雷恩突然听到一声重重的摔门声 随后就传来妻子惊恐的尖叫与打斗声 她迅速冲到二楼的浴室查看情况 但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 听着妻子的惨叫 雷恩赶紧打电话报警 并试图撞门营救 随着妻子的呼救声越来越弱直至消失 门忽然打开了 满身湿血的依沙贝拉提着一把刀缓缓走下楼 经过继父身边时 都没有看她一眼 只是盯着前方 身穿粉色运动内衣和绿色短裤的 伊莎贝拉带着刀离开了家 雷恩随即给妻子做了急救 但此时的霍云迷已经没有了神明迹象 两只眼睛空洞而茫然地望着远方 警察赶到现场后 他们发现霍云迷赤裸地躺在浴室的地板上 身上布满了刀伤 浑身是血 身边还有一根带血的棒球棍 经过法医的鉴定 霍云迷身中79刀 主要集中在念补和警部 致命伤是被棒球棍殴打的 这说明伊莎贝拉捅了自己亲妈79刀后还不解气 最终拿棒球棍将母亲殴打致死 可谓是极其残忍 随后警方对伊莎贝拉展开了追捕 由于她逃走时戴着刀 因此警方发布了通缉令 通过媒体呼吁民众注意安全 并积极提供线索 不久一家小超市报警称伊莎贝拉曾来过 她谎称自己被强暴 借用厕所并拜托电源保密 案发后的第二天 有人报案称在停车场的车子里 发现了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 怀疑已经遇害 这里离案发现场仅仅600多米 而当时伊莎贝拉不过是在陌生人的车里睡着了而已 但是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并没有发现她的踪影 后来在警犬的帮助下 找到了躲藏在草丛中的伊莎贝拉 她说成一团 对警方说自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萨曼达 而不是伊莎贝拉 他们找错了人 命案发生16个小时后 伊莎贝拉被逮捕 法官下令不得保释 并以一级抹杀罪指控她 在法庭上 伊莎贝拉控诉自己从小受到父母的虐待 并且脑海中总有一个声音 在指使她去干一些事情 当她对母亲行凶时 面前的是一个叫塞西利亚的女人 脑海中的声音告诉她 必须杀死这个女人才能拯救世界 但伊莎贝拉的身父和继父都声称 霍云迷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母亲 对女儿很好 也没有虐待孩子的情况 罗伯特说自己的前妻每天工作12个小时 非常勤奋 为了家人一直在努力 但女儿并不欣赏妈妈所做的事情 之后伊莎贝拉的律师为她申请了精神鉴定 结果显示她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 最终伊莎贝拉被判无罪 并送往了精神病院治疗 院方称直至伊莎贝拉被确定对自己及他人不再造成威胁后才被允许出院 这个治疗时间可能是一年、十年或者是一辈子 2020年11月 已经在州立精神病院治疗了7年的伊莎贝拉接受了采访 她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对任何人都不再有威胁 她希望能早日出院重新融入社会 但医院随后拒绝了她的请求 画面中她有些发胖的脸显得很平静 不知道当清醒后的她 想到自己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有一丝悔意 她曾表示自己永远不会故意杀死妈妈 因为她爱她 其实想来她的医生也很可悲 如果家人能早早地发现她的疾病并加以治疗 这样不仅能挽救她 也能挽救母亲霍云米 好 本期爱见就先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 不要忘了关注点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